好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全球眼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今天援引俄国防管理中心的说法报道 美海军波特号导弹驱逐舰昨天再次驶入黑海海域 俄军对此正在进行密切监视 根据俄方说法 波特号大约于昨晚19点45分驶入黑海海域 目前俄海军已派遣舰艇并启动设备 开始跟踪波特号的动向 根据黑海舰队副司令官西夫科夫的说法 此次负责跟踪的是6月刚刚服役的红蜘蛛型小型导弹舰 该型导弹舰拥有极强气动能力和卓越隐形能力 标配舰载导弹则是超高音速导弹告石 在俄方预想中的军事冲突中 能一次骑射6枚告石的红蜘蛛 可一次性击沉波特号这样的8000吨级大型驱逐舰 波特号是美国海军第44艘阿里伯克级导弹驱逐舰 代号DDG-78 被称为黑海常客 今年4月13日晚 俄国防管理中心称该舰驶入黑海水域 俄黑海舰队已派出舰船办航 仅仅两个月后 波特号再次通过国际海峡向北航行之黑海 参与北约盟友的联合军演 直至7月7日实力 根据1936年签署的蒙特勒公约 非黑海国家的军舰有权在黑海水域停留不超过21天 根据美国第六舰队司令布莱克的说法 此时驶入黑海的波特号驱逐舰 将与另外一到两艘美国舰艇会合 并一起参与今天开始的年度海风2020联合军演 本次演习以俄罗斯黑海舰队为假想敌 由美国乌克兰保加利亚 格鲁吉亚 西班牙 挪威等9个国家共同参与 总计将会有2000余名官兵 27艘军舰和19架飞机参与6天的演习 演习的大部分科目主要是由美乌海军来主导 海风演习始于1997年 在北约所谓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框架下举行 好 相关的话题我们连线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 三个月有三次 那么波特号来到了黑海可以说并不稀奇 但是我们注意到 俄罗斯这次首度拍出了装载告尸导弹的 红蜘蛛小型导弹舰 这向美国传递了什么信号 顺便问您一个知识性的问题 告尸导弹跟这个龟山岩的矿石有什么关系吗 用800吨的小船去迎战8000吨的大舰 至少俄罗斯在表示两个方面的意图 第一 在黑海内的小加快 足以应对俄罗目前美国的大家园 排水量虽然不大 但是装备的告尸导弹是超高声速导弹 目前看美国海军凭借多重防御系统 没有办法对这种导弹进行拦截 预警都很难 也就是说在这种导弹的攻击之下 任何大型作的舰行都将成为猎物 所以这种非对称的发展能力 可以告诉美国海军 无论有多大的舰 无论有多强的舰队 在黑海进行各种自由横行 完全可以被俄方舰队所击败 第二在宣誓 黑海的主人是俄罗斯 并不是所谓的美国和北约 如果按照目前所呈现的打击能力 以及各种控制能力 周边机场以及很多的控制和打击效果 黑海42万平方公里实际上并不大 俄罗斯凭借自己岸上岛上的打击能力 足以把黑海变成火海 明白 好 那么本次的海风演习宣称以俄黑海舰队 作为假想敌 那么为何派出波特号这样 为了协调航母战斗群防空作战的 博客级的驱逐舰呢 杜燕 可能是两个想法 首先从九个国家参加演练的过程中 美国是盟主 无论美国的舰艇有多么小 无论美国的舰艇有多么少 一定在演练过程中要充当旗舰 因为它代表的并不是这艘舰艇 代表的是美国的强大 第二呢 从各国家参与演练的舰艇去分析 博客级无论是排水量 再加上SPE雷达探测距离探测范围 都可以做到最大最远 那么在演练过程中担任旗舰 可以进行任务的联合指挥 情报的分发 以及作战行动的协调 如果对俄罗斯黑海舰队进行各种作战行动 这么多国家的舰艇飞机 如果联合作战 任何一个国家没有指挥能力 只有美国海军的博客级 具备一定的预警探测跟踪和打击效果 所以从美国的地位 以及博客级 在众多作战舰艇的地位去分析 由它充当旗舰最为合适 好 谢谢杜先生 一个是来者有益 一个是赢者有心 其实双方亮出牙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就是看谁是波罗的海的主人 事实上我们进一步再来分析的话 就像这次海风军演一样 俄美博弈当中 乌克兰从来就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在军演开始的前一天 乌克兰还向美国递上了一份军火订单 俄罗斯专家就评论说 乌克兰军队实际上已经被北约控制 路透社昨天报道称 北国国会已批准向乌克兰出售16艘巡逻艇 其中6艘是美国在安全援助框架下 为乌克兰准备的 其余10艘则由乌克兰用国防预算购买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强调 美国对乌克兰国防事业的支持 以及乌克兰与北约武装力量的联合行动 可有效抵抗俄罗斯 俄罗斯军事专家发出警告 北约打着防御性武器幌子支持乌克兰 但乌克兰得到的都是进攻性武器 乌军实质上处于北约控制之下 事实上就在7月17号 乌克兰防长还宣布将在9月举行演习 并邀请北约盟友参加 以此回应俄罗斯9月的军事演习 并防范由此导致的乌东部紧张局势升级 在于乌克兰联合军演之际 美国还批准了对乌军售 俄罗斯国内的一种观点认为 就是北约对美国在针对俄罗斯的军事部署 应当组建快速的反应部队 加强黑海沿岸的这样一个暗防的能力 刚才我口误说波罗的海 其实是黑海沿岸的暗防的能力 那么另外一种则认为 从军售的内容来看 美国只不过是在政治上帮乌克兰装点门链 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出杜先生 杜先生在您看来事实上到底是什么样 今年的6月15号美国和北约给乌克兰 戴了一种高帽 叫增强伙伴国关系 跟一般的伙伴国大概有所提升 但目前看所谓的伙伴国增强型 以及目前对乌克兰进行各种军售 它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相比 政治意义要远远大于军事意义 16艘巡选艇 小船小艇不可能对目前黑海舰队构成比较大的威胁 但是有两个最重要的意图在其中 第一是怂恿乌克兰对俄罗斯强硬 如果凭借着美国所谓的支持 以及今后有可能加入北约的愿望 对俄罗斯保持一个严厉的战争状态 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支持 所以目前看这是一个诱饵 另外它在鼓动乌克兰碰瓷 因为在乌克兰看来 赫尔松地区淡水直接供向克里米亚 俄罗斯很有可能夺占赫尔松地区 而且在相应的地方挖了战壕 进行了各种部署 随时准备迎接所谓俄罗斯的攻击行动 所以目前看在美国和北约之下 乌克兰正在蠢蠢欲动 是 那么乌克兰要扮演碰瓷的角色 但是俄罗斯也不是傻子 我们现在看 俄罗斯突然宣布要在西南部 进行突击战备检查和战术演习 而且涉及到15万军人 从地图来看的话 乌克兰正是在俄罗斯的西部 那么俄罗斯大动干戈 是向乌克兰亮剑吗 实际上告诉他 碰瓷没有那么好碰吧 杜先生你怎么看 大概他在向两个国家显示自己的能力 第一很显然是对乌克兰要示强 如果一味的在美国的指挥棒下 向俄罗斯盲目的示强 很有可能碰瓷之后会碰得头破越流 另外从德国向波兰正在进行兵力转移 如果美国的重刑师1万人 到达了与俄罗斯更近的波兰 这样在西南方向 俄罗斯面临两个对手 第一就是距离比较近的乌克兰 第二是距离相对远 但威胁更大的波兰 如果两个国家在美国的控制之下 联合在西南方向发难 俄罗斯有各种能力去应对所有威胁 是 巧合的是 俄罗斯目前正同时开建六艘大洋战舰 在经济桌舰舰走的情况下 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其中就包括了23900型通用的登陆舰 而且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将参加这一型的 军舰龙骨的铺设议事 地点正是克里米亚克赤式的海湾造船场 那么为什么普京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前往这个敏感的地带呢 多艳 大概有两个考虑 你首先 新型大型平台的建造是俄罗斯时代吨位最大的作战舰艇 是 建造说明他的各种维护保障和能力正在快速进行增长 另外呢 他也不惧怕西方国家的各种威慑 所以这个点位和时间都是出于战略考虑 好 谢谢杜先生非常详细的解冻 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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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